现在网购呢非常发达 大家喜欢从网络上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三连也是我从网上买过来的 不过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网购也就是买宠物 就一定一定要小心 因为我就栽了这个梗头 三连的话它从网上买过来 第二天我就查出来它有肺炎 之前说的是打了什么疫苗呀 然后说的是保健康呀 这种东西都是假话 你知道店家怎么跟我讲的吗 狗狗死了 我们再给你寄一条新的 后来我就没有理它 就带着去医院 差不多整整整整后花了两周多 快半个月的时间 然后才把它治好 我有妹都说这么小狗狗 它都不敢相信最后能活下来 刚到家的时候才一斤 然后现在已经六斤了 刚刚你们看到的一样 所以呢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大家如果要买虫的话 其实我觉得最好是 线下实体去看 然后呢也可以查一下狗狗的一些 健康症呀 疫苗凭症呀等等 这样都是会放心靠谱一些 那第二如果你正常在网上购买的话 你就不要去私自添加店家微信 在微信上交易 像我就是微信上交易的 微信上交易狗狗生了病之后 它们完全不管 你也没有任何渠道去维权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在购物平台上直接交易 这样的话至少有第三方可以进行和对它进行相应的监管 我后来有问过他我说狗狗这个生病了对吧 那如果说他死了你不负责任或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说那如果我真的不负责任 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店家直接就说这样的话 其实听上去还挺可怕的 还有一点的就是关于博美这种小心犬 我跟大家说博美真的是个骗子 他小时候真的巨可爱 相信刚刚家学只有不当一个拖鞋这么长 然后浑身毛绸的超可爱 然后马上过了两个月之后就开始进入猴脸期 就开始疯狂掉猫 然后你就会觉得心拔凉拔凉的 然后现在慢慢长大 鼻子长长了之后毛毛长起来之后 其实也挺漂亮的 但是还是没有小时候那么可爱 所以博美这种狗狗我觉得有一点点气贫属性在里面 所以大家要去买的话 如果你是看中它小时候样子 你也一定要看看你喜欢你狗狗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不要光看它小时候 因为毕竟小时候是很短的一个阶段 最后一点呢就是其实狗狗真的是家人般的存在了 你说即便是你买了一只狗到家 它也能活大概15-16年健康的话 那这个时间段 那对于狗狗来讲理出它的全部 所以的话它就是你的家人 不可能说是买来之后 发现它不乖性格不好不可爱 或是爱发脾气 然后就把它扔掉或怎么样 大家还是要很负责任的去看待去买狗这样的一件事情 而且如果你不想买狗的话 我觉得领养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好了以上是想跟大家闲聊的内容 不过的话我也有一个小小疑虑 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 其实三年已经快一岁了 还有一个月 按理来说我早该带它去做绝育手术 不过我又有点觉得说 带绝手术的话会伤害它的身体 毕竟是动手术嘛 应该也会很疼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确实也不想让它生育 毕竟它太小致了 我也怕说到后期的话会有什么风险 如果它生小宝宝的话 所以我真的是很纠结 到底一不应该带它去做绝育手术呢 大家可以给我一点亲 谢谢 康桑梅珈 哎呦 现在很快 轻轻 轻轻 轻一看 哎呦哎呦 再轻一看 好 制作了 一个就空了 小获不赖 有了 小获不赖 小获不赖 泥 WHO 为 lar 小获不赖 常